過完農曆年年假 HBO八強賽在紅館火熱開戰 其中男子組八支球隊從六號到十二號 短短七天當中必須打完一個循環 也就是七場比賽 面對地獄級賽程 所有教練和選手無不做足準備 就是希望球員在體能調節上 不要因為賽程密集而吃不消 我們在放假期間有針對球員的體能 像我們去文化大球一定訓練的時候 我們針對了一個禮拜的高強度的訓練 當然球員的體能以上次訓練的成果來看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八強賽有別於去年進行的預賽和十二強 除了強度更高之外 賽程密集度也更高 因此正式考驗各隊板凳深度的時候 以三名和平中為例 都在休憩期間以賽代訓 和更高強度的大學對手對抗 在增加比賽經驗的同時 更要磨練替補陣容 就是希望在先發體力下滑的時候 頂上火力缺口 那最主要就是說 其實我對我的板凳球員都有很高的信心 我希望其實如果板凳球員能出來頂比賽 我相信除了大家都有上場的機會 體能這一塊我是比較不用擔心的 那在替補方面跟大專隊來做練習賽的時候 我們擺了很多替補在上面 也是一個兩手的策略啦 希望替補能夠為我們這一次八強賽 能夠表現他們應有的一個水準 面對密集賽程 球隊如果有第二陣容能夠靈活調度 確實能夠達到保存戰力的效果 不過這個問題 放在副賽第一天就齊開得勝的松山高中身上 並不成立 原因很簡單 我們松山沒有體能的問題 我們松山十二個人都可以打 所以這不是問題 我們重點是如何在球場上打出我們該做的事情 把我們訓練呈現出來 黃萬龍教練對子弟兵的體能有信心 絕對能夠面對八強七場激鬥 畢竟每支球隊都站在同一個競爭水平上 如何調度才能夠在保留體能的同時 又能讓在場上的球員發揮最佳實力 確實考驗著眾家教練的智慧 未來體育新聞林貝蔡行進 採訪報導